大家見到沒有呢?嗨,再跟大家說一次,嗨,你好 好像少了的人,是不是? 不好意思,非常抱歉,非常抱歉,因為女王又要事外出 今晚我和仰撐著牆,希望大家不要覺得悶蛋,雖然沒有這個美女 那些貓公主繼續在上面,即是時機而動,我未知她們幾時跳下來 可能美女不在,她不會出現也不奇怪 但是今天很多事情要說,頭都大眼就先說哪樣 說明決戰中環,不如就說最新鮮熱鬧 最新鮮熱鬧先,都和中環有關 絕對有關,全家公司都在說誰贏啊,電腦贏了嗎? 電腦贏了,為什麼我們影響大呢? 就不是我們不理香港事務,而是反過來想,香港受美國的影響太大 中國也是啦 因為美國和中國的關係,會是因為不同總統的政策而有所不同 那就肯定大領落了,不用問阿貴 所以我不明白有一個很奇怪的事情,如果大家在鏡頭前面的觀眾 你真的聯絡一下,你在國內和美國那群華人 很奇怪,有很多人支持特朗普 很多人支持特朗普,很高興的 不然已經吵架了,懶得說了 就是說希拉里輸了,拍攏首長 證明特朗普是很有實力的 那些大陸的訊息是 菲律賓也是這樣,很過癮的 綜合來計的話,就只有一個很簡單的概念 我想樣子可以稍微更正,如果錯的話就無所謂 其實很多人是想希拉里撲街 是憎恨美國人,憎恨美國人的地步,就是他最主流的 正常的那些,他已經是混蛋了,開心了 這是最合理的解釋 情緒上而已 稍後他們會很後悔,因為特朗普說了 會懲罰中國 我不知道那些華人在想什麼 如果你是愛國的 如果你認為人家會辱華的話 這傢伙是全中的 看著來一定辱華的 他什麼人都罵了,有可能不罵你 俄羅斯他就沒有罵 俄羅斯,因為他是朋友來的 很過癮 你有沒有留意這件事 有多少關於洩物的材料 是留在外面回頭的 誰會動手呢?你猜一下 傻的都明白 所以很明顯,就算是斯洛登 也是俄羅斯包庇的 不論個人很遠 他會走到俄羅斯尋覽會 他發覺很過癮一件事 任何總之美國洩物的話 誰人最開心就永遠是普京 這件事 他在後面有份玩 他說沒有份,你怎麼不相信他 但他是什麼出色 KGB 還有阿頭 所以說誰人最開心就不用問阿貴 很明顯看到的 他是掌握最多蘇聯前領導人 和現任俄羅斯領導人的那些秘密 他鬥到一個個的對手 包括現在美國的對手都被他打倒 關不關他打倒的事 很難說 最有力就肯定有 所以俄羅斯有些人輕重 問題是關於特朗普當選 其實很多分析都已經說了 但大家到底還有多詫異 其實你問我 我很平常心 因為我做金融這範圍 見慣黑天鵝 你脫鉤也玩得出 這個很奇怪 脫鉤每個人都覺得一定不會的 手前手上倒也好 但就拿來公投 他打算贏 結果輸完之後 連他自己也要下桌 這次美國總統選舉也是這樣 九成就贏了 民主黨希拉拉 你坐定倒下 結果輸到你 什麼事 又好像脫鉤 還震撼過脫鉤 這次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一早已經有人說了 民怨有多大的問題 特朗普代表了什麼 很標準的一件事 怎樣怎樣種族歧視都算 他代表了的就是 Angry White Male 憤怒的白人男人 還有是年紀偏大 經濟水平和教育水平都偏低的那些 如果我們看回他這次美國的那個 那個 那個 那些州份 那個勝負的分佈 我們看到 希拉里那個 拿到選舉人票去州份 其他人多數是東北部沿海 比較發達的那些 還有西部 例如加州這些民主黨的票倉 不是很多 但是特朗普除了拿到東南沿海之外 留下一樣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他中部 南部 那些傾向保守 以及相對於沿海比較封閉的州份 他都立了 是大比數的 其中一個說法很明顯的就是 所謂城鄉差區 也算是片面的 其實這個趨勢 持續了一段時間 你要進入奧巴馬數 我都沒有說話可說 他扭轉不了 我只能這樣說 他說Change 結果Change 扭轉不了 為什麼 這對香港也有影響 香港也有影響 其實 somehow 全世界都有很多疑似 我不知道大陸的傢伙笑什麼 他們認證嚴重 我們十萬八千七倍 那個背後的所謂暗湧 或那個underline current 是什麼加貨呢 就是說 這個新經濟秩序 經常說什麼 全球化 自由化 那些東西 其實一早已經有人說了 所以你發覺 其實民主黨裡面 其中一個候選人 斯福星很高 Sanders 他擺明是左翼 他是反對全球化的 特朗普也是反對全球化的 其實他們說同一件事 就是拿到民心在哪裏 就是所謂全球化 自由化 新自由主義 自由競爭 無國界競爭那些東西 是造成了社會的兩極化 因為你所有的資源 成本全世界到處走的時候 你有錢那些人就有得走 沒有錢那些人就像我們剛才所說的 封閉的地方 落後教育 技能有限 又不年輕 學不到新技能那些 你就被淘汰 所以他們這班人 變成憤怒 一旦移民越多 尤其是拉丁美洲外國 基層移民一來 他容易怪罪別人 其實不一定跟移民事 起碼他會覺得 這班人會搶飯碗 搶我的基層飯碗 其實這些飯碗 就是被其他國家搶了 全球化其中的東西就是這樣 所以你只想一下 你聽電話那班人 可能已經去到印度做支援了 以前香港那班電話接線生 可能都搶到廣州 中層那些不見了 也就是說 你的兩極化 令到中產階級向下沉 而中產階級向下沉 同樣的壓力 令到那些基層走投無路 中產階級向下沉 中產都不介意低技術的勞動力 你當老闆你會請誰 你不准問阿貴 這個我們可以解釋一下 香港都有類似的情況 都類似的 大學畢業生近這十幾年 下流化 M型成為下流化 M型成為下流化 他們會應徵一些中五 中學程度的功能 中學那班呢 找小學的功能 今天去紮鐵 又有多少人去做到地盤 所以香港相對來說 已經好過美國 平成原來純粹從經濟政策來看 為什麼呢 因為香港的就業模式 還有彎轉 美國二十年前已經出事了 整個底特律汽車城都破產 是鬼城 以前七十年代的時候 是美國的標誌 要這麼強勁 怕什麼加科 你看看底特律發生什麼事 已經知道了 你看看他的CEO 通勇的全部坐直升機 公司直升機 每個拍頭十足 你看看新經濟情況 首先是怪日本人 很明顯 便宜車搶了生意 然後怪無可怪 唯有自己接賣 真是這麼簡單 他都要搞全球化 即是福士搬去上海 你已經看到 別人現在砰砰的聲音 都用汽車 奇怪吧 一般反全球化 世界各地都是左翼 即是我們叫左膠 但特朗普呢 兩個極端光譜都有的 左右都會反 是不同的原因 去到同一個地點 我叫做convergence 匯流 兩個極端的匯流 中間弱了 為什麼希拉里這次所謂的輸 其實很冷血地分析的話 你真的看看特朗普 從初一個狂人殺入主流 令到所有共和黨的候選人 都要讓路 那些大佬出來押他 押不住 這一下其實是很多 經常說的 民怨是大成這樣 所謂的保守 右翼這些共和黨 是肯定的 那些共和黨的大佬 都頂不住他這麼幼 那你說 這些到底在美國選民的比例 裡面佔多大 這是很大的問題 第二件事 美國的選舉 間選之禍 它不是絕對地間選 它是有比例的 每個州是幾個選舉人票的 理論上來說 它就等於比例 就是每個州人口總量 但它是勝者全取的 這樣就要命了 這個要補充一點 我聽過一些在香港很外國的那班 就一整天說 美國民主制度如何不好 如何不好 你看看別人選舉人票 這些就叫做間選 不是叫做石選 你看看我們中國那些 那些制度好過多少 美國哪有民主 是假的 你看那些選舉 什麼選舉人票 我都免得跟他們爭辯 不過我想請他們看清楚 美國的人口分佈非常平均 那他們呢 如果純粹一人一票計 那些小人口的州 什麼阿拉斯加 這些就永遠弱勢 永遠不受尊重 因為它是聯邦憲法 很不同 因為它是聯邦基礎 所有加盟的所謂幫 所謂州政府 照計它都是相對的地位 你要尊重的 所以選舉人票 它要尊重少數 要照顧少數 不是以你中國的概念 而以外國的概念 就是13億人 今天陳祟宇又說 人在就天在天 就是中國 天就是13億 13億人 你有沒有問過我們13億人 什麼什麼什麼 就用人口的絕對數字 來壓死一個個體 美國不會這樣 除了照顧少人口州份的利益之外 還要尊重少數人口州份 少數人的利益 這些就是選舉人票的基本精神 它有美國民主制度 有很多不好 但不要因為你覺得我要愛國 亂按去遞別人的制度 基本上是五毛水平的東西 沒有說話可說 對這些 問題是結果出來 至少美國就是你不喜歡他踢奏總統 這是很大的分別 你怎麼不喜歡他踢奏總統 到底特朗普可不可以四年順利執政 我不知道後果如何 大家都不敢說 不過肯定反映到一件事 也是民主制度好玩的地方 所以千錯萬錯 怎麼差也好 你平心靜氣 想想想 的而且如果是這麼大民怨 兩極化經濟是這麼大 你是有很多 憤怒中年失業 沒有辦法進入新經濟 重新所謂生涯規劃的那些 你不要生涯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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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找到最好的人 我們香港有呀 這這麼善詳生涯規劃 生涯規劃 生涯規劃 就是那句 這些已經是屬於社會 被壓了出來的 所謂 所謂 弱勢 這次其實如果你看美國的情況 是弱勢大反撲 特朗普不是險勝 特朗普是大勝 弱勢就不要看美國 好像是世界上最富有 他弱勢的問題一直存在 另外你看看 2011年的佔領運動 是華爾街 佔了華爾街 整個政治結果不同 其實唯一可惜的是什麼 加科呢 就是說 到底民主黨這次選舉策略 是不是出了一個大問題呢 你可以說是 因為可能他們 真的他們很重要的光環 他們很重要的光環 所有眾聲拱照 都是歌頌 你如何政治正確 你如何尊重弱勢 如何尊重少數 如何尊重女性 這不是錯 問題是 這些光環 在實際投票的時候 著願有多大呢 很嚴重 很明顯 沒有經濟的問題那麼大 以及他累積的民怨 包括他經濟 社會 甚至是文化之間的民怨 已經累積到這樣的地步 你這些光環 但是仍然變成了政治包袱 對 政治包袱的什麼加科呢 是一個心理包袱 為什麼呢 你看看美國那條很簡單的數目 感覺不好 但是所有客觀數據都是好的 其實就業是改善了的 經濟是改善了的 甚至連犯罪的發生率 都是改善了的 但是感覺不可以做什麼加科 你還經常見到電視影 人拔槍和黑人打火 黑人被人當街打死 你感覺不好 很慘 變成了一方面 有很多人 依然堅持 拔槍出街 這個很大影響 就是 為什麼那麼多 右翼保守的人 會拜特朗普呢 他就是 要維護你拔槍出街權利 最近李奧巴馬 就不斷說要管制槍械 你也說要延續管制槍械 其實你問我 平程而論 真的很多人枉死槍械 你要管制槍械是正常的 但是每天的鏡頭拍出來 就是你維權的那些左夾 不是說左夾 是真的 你拼命維權的時候 就勸掩了 你那個所謂弱勢受害的情況 於是那些 憤怒的美國白種男人 會怎樣做呢 所以反彈 反彈 甚至是你不怪別人的 到底是否真的令大家有感覺 你好了 所以經濟數據 怎樣也好 就是用平均數 樣子的規模 沒錯 集中在某些經濟優勢的地區 你拘捕平均當然沒有東西 有些可能是蝕谷種的 而且那個地區還有某一類極少數的精英才能 是不平均的 就是用平均數 是客觀數據好 你真是身在處境當中 你就不是看平均數的 你住在李嘉誠隔離 難道你說等於世界首富的一半財產分比 不會 平均數很高 我們看回香港 失業率3%左右 政府的財政儲備 美國欠很多責任 香港政府無欠債 香港的財政儲備很豐厚 每樣東西都說 多少自由行來香港送多少錢 結果呢 平均數就是這個 錢去哪個袋 以及所謂失業率 在哪個年齡階層 還有 多了錢進來香港 錢去哪個袋 而付出代價的 什麼人 你捱貴租 開OT 有上班 沒有下班 那些什麼人 住在那些太空倉 那些什麼人 但是 剛剛就是這個山頂 又天價 沽出這個洋房 又十幾萬一呎 太空倉 五千多元 一個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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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極端到這個地步 所以香港很幸運 地方小 差距怎樣大也好 你都可以去隔離區 上班 所以香港起碼 好處在 只是一個城市經濟 而不是一個國家經濟 但是你拉回 闊的畫面 來看的話 為什麼人家這麼大矛盾 是兩個左右翼 極端的情況下 來匯流 令到中間 所謂正常 那班人被淘汰 這樣來 民怨是很大的 這個 沒得說 數據稍後會出來了 所以現在數據是否假的 世代矛盾是否這麼大 你慢慢看 現在的世代矛盾是老那班的矛盾 經常是老那班和年輕的那班 背著幹 還有生涯規劃 新經濟 新技術 年輕那班 有機會學到重新參與經濟增長 高速車 老那些不行 中年那些不行 所以美國45歲的分水量很嚴重 香港一模一樣 我們再看英國脫歐那個 也是的 我們有一集 是講英國脫歐 年輕那班全部想留在歐洲裏面 鐵帶地大可以到處走 那些老人家 難道除了英文學另一種外文嗎 還有走到歐洲其他國家 走到德國混合美女女 女朋友可以落地三斤 沒有你捏過兒子 所謂年紀大那些 就是二否決 一二二否決 就是脫歐 一二二要脫歐 你不要來分取谷種 你不要來分取退休金 你不要來分取福利 他只是想著自己的決 嚴家人說不可以的話 他就只有那一段 又好似 當日脫歐的時候 大倫敦地區 留歐派佔了絕對優勢 是呀 國際都會 大倫敦區以外 鄉郊地區 以農村包圍城市 就脫歐 這次又好似 跟美國是一模一樣的 即是說 他那個所謂極端 你都不能夠說 是左右翼 很難分為左右 你計算是 平常的傳承 即是平常中間 50% 諸如此類 你一個七分之多 你去到極端的時候 你90% 先遮蓋 正常都在中間 總有兩極 是有5%的 你走不掉 那些人 燃銷起來有多大 現在很好玩 好玩 你還要看投票的 諸如此類 即是你看一下 人家的農村包圍城市 一模一樣 因為受害的 就是那些低技術 高齡 教育程度低 沒有什麼流動性 就是那些 所以 你看一下情況 香港為什麼這麼動盪 或者這麼不平衡 你看一下香港的情況 你看一下那個年紀之間 那個所謂世界的矛盾 經濟上的矛盾 失業率 你不要只看著 一個單元 年齡分佈 你看清楚 還有看清楚 就業環境 你在裡面十幾個小時 都是拿一萬一千 二千左右 大學畢業生 還在爭崩頭的時候 你就知道 你的怨氣在哪裏 那為什麼就是 你看美國 我覺得他瘋了 其實香港可以一樣瘋 問題是 我們香港很慘 不是瘋到瘋到瘋到 美國開出 你看加州的票站 有人開張掃的 我們還未有人開張掃票站 雞蛋也沒有扔過那一隻 不過現在 又反映了一個問題 其實他國內這麼多的問題 而出來 投票情況都一面倒的時候 為什麼那些傳統媒體的 事前民調 他會完全令人 掉碎了所有眼鏡 偶然你看回媒體 覆蓋的地方 又是市場經濟 媒體覆蓋的地方 當然要先有獨者 先集中在哪裏 又是富庶地區 唐水滾唐魚 也就是說 那些弱勢社群的聲音 是沒有人去聽的 但是他們在哪裏反映出來 你看看共和黨內部初選 在哪裏反映的地方 橫掃這麼多州的時候 感覺到這裏反映 媒體表現不到 但是美國人 你怎樣記錄他都好 美國人有一件事 極端可愛的 他有票 他可以投票來表達意願 你真的做得不好 就踢鬼走你 香港就不 你沒有這支鋼仔槍 沒有這支鋼仔槍 香港相對來說 沒有這支鋼仔槍 香港做了一點點 沒有的 所以香港只不過先天優厚 城市經濟禁的死勢 調節你上來 也還空間走散 雖然很大壓兵 也還空間走散 也還空間走散 所以這次香港只是很幸運 但是如果你從基礎的條件來看 並不是那麼幸運 甚至並不是那麼例外 這個動盪 不安 其實這件事 英國看了 脫歐國 美國現在選擇 香港的天下大陣 其實都是類似的情況 考驗 什麼加科呢 就是政府 能否順從民意去改 就是說人家百般不是 起碼人家有票 他可以改 這次做得不好 他是踢走你 稍後會做成什麼 我都不敢說 還可以再換到好位置 所以民主這家事 他不一定最好 肯定比其他現行的事情 都還好 剛剛我們說 其實不只是美國的問題 英國 整個歐洲 香港 包括菲律賓 真的出了一些很瘋的政治 但菲律賓那個人還瘋 瘋得來 瘋得來 他是不走數的 瘋才厲害 他事前已經說 我當選之後 就會跟毒犯開始 吸毒的 我都要把他捏下來 真的做到 他上來之後 你說怎樣恐怖也好 他真的很對言承諾 很少政客會這樣對言承諾 現在是不是美國人都會這樣呢 大家都在想這個問題 美國的政治比較成熟 總統未必可以一意孤行 這次回憶的例外 參眾兩院都是共和黨控制了 但是這種控制 千萬別看過黨頂帽子 一定是統一意志的控制 跟某些天朝大國完全不同 那些所謂議會一舉手 你不能由補充 你不能由補充 美國不是的 就算看共和黨內部 都有不同的優先規 即使你是共和黨控制了參眾兩院 表面上看起來 可以說共和黨連總統都選了 全部都玩了 不一定 因為他都會跟選民交代 不是說你一言堂說了 由上而下一定要贊成 不是這樣理解 你看這次的選舉 有很多共和黨的人 其實是不批評特朗普的套 是公開的 視乎你的屁股坐在哪裏 視乎你的屁股坐在哪裏 各自代表他那區的選民 監察和平衡政府 真是代議事 真是有權立法 所以行政主要是直選總統 人家都是民選國會 參眾兩院都是民選產生的 州就選參議院 直選就是眾議院 看得到的 很明顯的 所以他的選舉基礎 其實是闊很多 在這樣的情況下 他自己互相制衡 正常 所以美國總統 即使說 怎樣行政才行 都不可能像菲律巴一樣 發瘋 喜歡殺人殺人 那是亞洲 還有司法獨立 還有法院來監察 你不能亂來 說到美國法院的地位 多超然 他經常說宣誓要神聖 要莊嚴 人家就是神聖和莊嚴 找個聯邦大法官來監製 不是隨便找個什麼主任 這是一回事 你根本都不尊重 你找個秘書 搞錯啊 他是大法官監製的 人家是大法官監製 如果是要莊嚴的話 你那個水平去到哪裏 你就不要隨便找個貿易來監製 就說好鬼死莊嚴 算是那個不莊嚴 你誰來監製 人家就直接找個大法官來監製 夠尊嚴的吧 所以這些事情 有些人把嘴巴拼命 喜歡罵 但實際上 沒有什麼水平 沒什麼所謂 最重要是他的腳有水平 是不是走去美國避了 一早都避過去了 拿著外國護照來罵香港人 拿著外國護照來罵香港人 拿著美國護照來愛中國 拿著外國護照來罵香港人 拿著外國護照來罵香港人 不要看到外國有反應 很簡單 不知有什麼標準 總之他打著說 人在做天在看 天就是國家 天朝的天 這種就是天朝心態 還是非常落後 完全沒有進化過 所以他們評論美國那一刻 有很多都很離譜 但是沒有辦法了 沒有所謂的 民主你喜歡怎樣說 但就唯有拭目以待 看看美國發生什麼事 因為他說就明白了 你看他跟俄羅斯 怎樣攬頭攬鏡才算 你真的動手的時候 你猜會很好玩嗎 他必然都是國家利益優先 國家利益優先 而且他這次 赤裸裸裸說 我就是以美國優先 其他外國的我不管 這件事是美國的其中一個傳統 問題是哪一個總統 什麼時候做的程度去到哪 手段 很大分別 好像我們很出名的歷史上 美國有一個門羅主義 就是我不管歐洲的事 英國佬法國佬 當時是歐洲大國 你不要來搞我 我美洲是我美國佬的事 你來搞我後院都不行 這個是那時美國的 古巴戰爭的 那時的保護主義 所謂保護主義 去到二次大戰前二十年 一次到二次大戰中間二十年 又是一種孤立主義 去到珍珠港事件之後 才是打破的 所以希特拉打得如何 不關我的事 美國佬 你打你的事 歐洲的事 你們歐洲的事 日本人在進入中國的時候 說這是亞洲的事 歐洲他都不理 還理你亞洲 直至日本是炸他 他才打你了 而且日本打他的時候 他跟日本宣戰 他不是向德國宣戰 是希特拉傻了自己 主動去跟美國宣戰 戰內上犯了嚴重錯誤 所以其實 在美國的歷史上 那種孤立主義 或者是自己美洲 自己管理自己國內的事 這個傳統一直都存在 問題是 甚麼時候會多些 甚麼時候少些 那是鐘擺 現在我覺得這次他這套 就是多了美國老闆 我們自己都水深苦 還理人這麼多 所以就說 要風物長而放眼睛 大家想著美國佬 孤立自己 就等於世界和平了 通常不是的 當然不是 每次都不是 每次都不是 二次大戰 為何打得這麼快 每個人都想著美國佬不動手 他真的早一點介入 支持國聯去禁制軍事擴張 制止軍事侵略 你根本打不成第二次世界大戰 第一次世界大戰也是 第一次世界大戰 美國何時參戰 是1917年 已經是戰爭的尾聲 如果美國在2014年前 積極地介入歐洲事務 起碼居中滑船等等 以當時美國的國力 已經超越了所有 任何一個歐洲國家 是不是真的打得贏那場歐戰呢 會不會打得起 也是一個大問題 也是一個問題 所以以為 美國佬不要來搞我們 南海 美國佬在哪裏都在戰爭 請你看清楚 有讀歷史就知道什麼事 不是我們歡迎他介入 老實 沒有一個國家歡迎外國介入 正常的這件事 問題就是 當你這個世界 真的出現不平衡的時候 你試一下 不是國際介入 現在美國說明 他會撤出很多東西 包括氣候協議 他不理你 總之我為了美國利益著想 我會撤離你 你不要來煩我 好 大件事 那些人 真控狀態下 你胡偶 那誰擺平 你胡偶 誰擺平 每次共和黨上台 說不介入 終於是更重 你知道對上那兩個布殊 一個是中東戰爭 第二個是打伊拉克 炸到天下大亂 又出本書 說勝戰成功 哇 你剛才說的伊拉克 中東這些 戰後 奉去共和黨政府上台的時候 他對中東那些敵對的伊斯蘭國家 是特別強硬的 是啊 你列根的時候 就炸利比亞 小布殊打第一次波斯灣戰爭 不是 老布殊打第一次波斯灣戰爭 小布殊 就直接殺軍 大殺雙力武器 伊拉克和炸阿富汗 搞足百年 全世界都打到暈 是不是 到了民主黨 相對來說 對一些中東地方 阿拉伯亞等等 相對來說 溫和一些 卡特就有搞大運營協議 搞到以色列和埃及 建交 到奧巴馬又說要撤出伊拉克 要撤出阿富汗等等 不過搞不定 就撤得不夠撤底 所以你共和黨出來的時候 是不是真的說 美國人真的不理會 以前也不行 何況現在已經是全球緊密了 全球化有很多衝突 所以基本上 大家想著 以為他和普京攬頭攬頸 終於和平了 殺你的案 各自有自己國家利益盤算 俄羅斯說明了 他不會讓你凌駕他 或駕空他 在敘利亞軍事設施的權益 包括了唯一一個 放在地中海的俄羅斯軍港 很重要 走在敘利亞境內 他怎麼會讓你起他未住 當然 而且他現在 俄羅斯在中東 是一直佔於優勢 這個時候 他說 我和你攬頭攬頸 上去你讓步 你有沒有這麼傻 除了俄羅斯和中東那一塊之後 很多聽眾都想聽蕭公說人民幣 上星期說了一點 我講明了 人民幣的匯價是受操控的 他要移動中國人民幣 所以這傢伙是瘋的 即是純粗 即是一個所謂 popular movement 即是urban myth 人民幣 人民幣 所謂 所謂 所謂被高股 被低股 你看人民幣拿著人民幣 那些人 撲出去拿人民幣換美金 哪個高股哪個低股 你自己想吧 人家的金融風險大到爆燈 怕人民幣資產會跌 拼命走資 你說他是高股還是低股 你還說他低股 但是神經病 你想他升值嗎 你真的升到他 他不介意 他不走路 那你在幫中國 你在害中國 你想知道 要快點貶值 問題就是 他嚴重貶值 要他升回 升來幹什麼 關什麼事 完全無故 所以特朗普的經濟政策 對中國來說 是災難來的 災難做什麼 他根本完全不知道 中國發生什麼事 單是在人民幣匯率 他完全不知道什麼事 但他對香港會有影響什麼 加貨呢 假如他反過來 亂來的話 影響了一件事 就是香港作為中國和全世界的中轉站 這件事 絕大部份的境外人民幣 都是通過香港結算 也就是說 有很多國家兌換不到人民幣 就是外匯封鎖 你要兌換人民幣 就是在香港做兌換 也就是說 香港是令人民幣國際化的 如果你說美國認為你干預 反干預 香港怎麼辦 賺少很多錢 故然 中國多虧你不少 我們香港又多虧你不少 金融界那邊 另外一樣也是 很多人漏了那個 暗湧的什麼 他追稅 雖然他自己很厲害 逃稅 他說 你這些傢伙欺騙國家的錢 尤其是外資企業 中資那些 就欺騙美國的錢 追稅 追到哪裏呢 難道中國是北京 追不到北京 追到哪裏呢 追到香港 你已經遇到的 一定的了 你香港銀行遇到這些 一定會跪下的 一定會夾你的 所以又罰款 又這些 好死多 香港的大笨象都不去罰 所以人民幣會發生什麼事 其實他只會繼續插水 因為第一件事 他一定會懲罰中國 說要徵收一個懲罰性的進口稅 很過癮的 你一聲音說 懲罰性的進口稅 會發生什麼事 中國要怎麼賣去美國呢 你賣去美國的產品 怎麼算好價那些 不是便宜那些 這是很嚴重的 手機 電子設備 就是說 中國想轉型 轉型這一下當中 美國就不跟你合作 現在已經擺明了 會發生什麼事 我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他說這些東西是美國製造的 沒有相關的 我不介意 問題就是 中國肯定出了一個大壽英 已經在插水了 已經在插水了 再做多一鍋 發生什麼事 真的不敢爆 所以就 我傻了 所以肯定中國很嚴重 其實不是說 在於你單向上與下這一下 而外圍的經濟 能否配合你的轉型 你上或下的時候 可以對應得到 特朗普出現之後 就出現了很多不確定性 任何金融島都知道 最令人害怕的是 你不知道它是什麼 不確定性 所以 你是 是沽 是追 是平倉 對倉 你可能全部都錯了 大哥 你可能全部都錯了 他還沒正式公佈 說他承認失敗 還是 希拉里還沒正式承認失敗 特朗普還沒正式宣佈 在商會那裡 看著電視機 他的選情 跟普通遊行 什麼什麼風路 爆水罐風路 都問同一個問題 會不會影響生意 是呀 會不會 來來來都是這樣 去台灣 去台灣 遊行也會問會不會影響生意 去泰國有個炸彈爆炸 又會隨便問 店鋪踏會不會影響生意 去到美國 美國總統大選又隨便,又是找美國雙威,又隨便一個人 我們覺得一個問題只是一種眼光去看世界 賺吃大過天,人家當然是說會呀會呀,他一定會選會的,來播出 會都是小,是敲,即是如何 觀眾都聰明,問到底會怎樣呢 所以我會解釋清楚,外匯的市場是會好還是亂,你不知道誰都搞什麼 否則一定會是懲罰性關稅,或是禁止中國去強姦他 禁止他強姦他的經濟,沒所謂 說起這件事,很多香港人有道德光環,道德心理的人都想不明白 為什麼周圍有這麼多女人醜聞的人,又會當選呢 Kunke呢?是這麼簡單的 現在看了出來,原來保守白人的那些年紀大那些白虎 根本就傻彩就傻了 你幾多女人關我鬼事 可能我有一些人很認同這件事 成功人士才是這件事 那些成功人士,真的幾天前,無線大台做訪問 問當地那些,好像阿沈的物體,阿伯的物體 為什麼支持特朗普 然後那個記者又很天真,很傻地問 男女關係亂了大龍,來了三次分 阿沈還沒等他講完,阿沈很酷地說 我來過七次分,沒有第二句,已經是啞了 所以人家這樣是Kunkeless 所以你的光環太過強調這件事 尊重女性,尊重少數,尊重這件事的時候 其實不一定各個選民好敗 而且在美國的政治文化裡面 有很多東西我們香港未必看得明白 例如墮胎,中國根本就已經是社會文化的一部分 墮胎死多少小孩不理 香港也不是一個,就算同性戀愛的墮胎 也不是一個政治議題,並不是很厲害的政治議題 因為那個小鎮文化嘛 這很重要,大家經常忽略這件事 大家可能不明白什麼小鎮文化 有點像用來圍村的 很難聽一點 他們其實是一個很密切的社區 人際關係很密切 還有很多宗教氣氛都很濃厚 現在還有很多美國人相信世界是平的 是相信創造宇宙論,而不是相信進化論 說清楚這件事,人家是有信仰自由的 而他們是很強的,在小鎮裡面,你不要開玩笑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道德論理這方面就很重要了 美國人是傳統保守派的道德倫理 以及他們覺得美國傳統文化的堅持都很厲害 但是是極度的,在於什麼呢 很過癮,極度到什麼程度呢 同一對小鎮 例如南面,德州的珠儀寺那些,大家都有鎖槍 珠儀寺很凶暗的,很強悍的 牛仔的意識 很西暴的概念 很極度的 即是電影七零磅扣子那種 是很極度的,一方面呢 他可以每個星期天去教堂唱聖詩 說到墮胎也邪惡 同時呢 他會開賭場 或者光顧妓院 拔槍射人 西國牛仔做足了 他覺得這些是沒有問題的 心理上是沒有矛盾的 是沒有矛盾的 很可怕的 所以你怎麼理解他呢 所以你怎麼理解呢 民主黨說了很多 這八年來 有很多東西觸動到保守派的底線神經 例如 墮胎合法 平權 多了周分承認同性婚姻 禁止槍械 還有伊斯蘭人口的大量湧入 無論是槍械 宗教信仰 傳統道德倫理等等 就是剛剛衝擊你所說的 小鎮文化 而當我們外人看見美國 都立刻想起紐約 想起華盛頓的那些法國地方 真的不是這樣的 真的有很過癮的數據 很多人忽略了這件事 你如果看看美國人 你以為他真的好像紐約那麼開放 你錯了不得了 小鎮裡面 真的統計上 大部分的美國人 是未曾申請護照的 最重要的是兩張卡 一張叫駕駛執照 另一張叫社會保險 社會保險 這兩張就夠了 你可以開車 你可以有社會保險 搞定 上班 出糧 買保險 退休 夠了 絕大部分的美國人 是未拿護照 就是說他從來未曾離開過美國 的國境 甚至美國以外的 他是未必來的 香港可能擺在北極的陰工 說不定 不奇怪 我也聽過 地理意識 零雞蛋 不是零雞蛋 不是零雞蛋 地理意識 常識也沒有 他不需要 在他的世界裏面 不需要 明白嗎 所以就是說 一方面 你可以怎樣 差勁也好 民主就是這樣 你說他怎樣不好才算 他可以趕到總統有票 但的確你經常說 選民質數 但是美國選民質數很高嗎 不一定 一定選民質數高才有票 又不一定 你說人家很差勁也不會 所以只能說民主不是一件好事 不過 至於很好 找不到另一件事比他好 現階段沒有另一件事比他好 這是很客觀的一件事 所以這次特朗普說 怎樣黑天鵝才算 沒有話說 其實我也身受其害 你想也想不到 真的做了一件金融交易 其中牽涉到一個 我不說哪一件事 大家免得 牽涉到其中一個 共同投資的對象 叫做克林頓基金 克林頓基金已經被控告了 所以阿希一落台的話 頓身保護傘 一定會被人罵 這件事肯定是沒有了 做得這個傷勢肯定很大 所以肯定很大損失 所以我不會死 但是很可惜 會不會影響這些經濟是會的 你想清楚 他怎樣制裁中國 這是宏觀的事 微觀是甚麼加科 你想想 美國企業和中國企業 要做生意 經常都經香港做平台 假如中美兩國出現了貿易磨擦 或者政治上的磨擦 哪裏做磨心 那裏做磨心 大家很淒涼 不要經常在風涼水上 你美國佬 活該死吧 諸如此 他活該死 你也會跟死 不要以為香港完全是指豬事外 香港始終是外放型的經濟 你走不掉的 不是你想不想的問題 香港就是這樣 所以跟這次大選 其實都可以看多些美國裏面的一些不同的文化 尤其是外國 跟我們外人的眼光看的那些 跟他們美國裏面 尤其是中西部、南部 中部、內陸、南部 那些保守主義很強的那些 是跟我們一般人在望紐約 那個認識的美國完全來的故事 這件事也都是 我不知道五毛會不會反省 做得五毛又怎會反省 對於大陸的所謂高級知識分子 你幸災樂禍之餘 你看看自己內部發生什麼事 你猜他的矛盾比美國的矛盾小 他一樣是左右逆極端回流的 更嚴重的 你不要以為拼命煽風點火 做抗日神劇以為對你是好事 那些憤青其實都是弱勢社群 但跟美國很不同的 什麼加科呢 人家是憤中的 人家是廢佬的 這件事還要憤青 即是說中國裏面的炸彈 是美國的倍數以上 隨時 當然不能在 投票行為上反映出來 問題是這個社會 有無形之手 他自己會流動的 他從哪裏反映出來呢 所以你發覺中國裏面現在經常有群眾事件 那些事情是怎麼來的 已經不公佈了 這個數字 所以中國其實那個風險比美國更大 他沒有了一個調節的機制 讓人去轉任何東西 在這種情況之下 除非你真的是 天賦異品完全不犯錯 厲害了那一隻 有沒有可能呢 那你怎麼猜呢 你看看整個中國純粹要靠政府的強力手段 再加上那個表面的經濟增長 他有一個很大的紅蘿蔔 引著郭永去追的 以及那舊的所謂愛國主義 天朝上國的心態去維繫著 假設這種很脆弱的常層建築 有什麼冬瓜豆腐呢 你可以整個社會崩解 美國還有 他自己的道德倫理等等 你中國我不敢說他完全沒有 但這件事經過了幾十年的折騰之後 基本上傳統的道德倫理是崩解了 你到時還有什麼去支撐著這個社會呢 這樣才會害怕 為什麼經常有個字叫支爆 我不知道可以怎樣形容這件事 因為你說蘇聯解體 共產黨好像害怕那件事 其實有一點類似的情況 解體很多人誤會了 以為什麼外敵 外來干擾不是這樣理解的 蘇聯解體的現象 是所有共產黨的精英 一夜之間跳槽 變了自由主義的 勇等 一夜之間 全部都是共產黨 既得利益者 為什麼會這樣做的呢 就是因為他們知道 你再坐一條沉船要攬炒 你不想攬炒 其實都是經濟引發的 都是經濟引發的 不是亂改革而引發 而是說你的計劃經濟已經行人止捕 你不可能再改一個 無可構約的計劃經濟 他不會陪你搭沉船的嘛 真是高級知識分子 他知道嘛 既得利益者他能數到的嘛 當然是跳槽 那麼簡單 蘇聯解體的解體方式 不是說忽然之間 不見了社會 而是說你的社會裡面的精英 忽然之間 轉轉槍頭 去對付共產黨 他不做共產黨的時候 就是他對付共產黨 然後拿回經濟利益 依然繼續做他的財閥 或者經濟壟斷 他的寡頭壟斷更恐怖 就是這樣來的 很多都是前官員 官商勾結 黑幫那些東西 其實根本就是 原本已經那些東西 是架空了你的計劃經濟 否則你已經無法行動了 蘇聯解退後 俄羅斯出現一個 原有的國營企業 國家財富 被大幅侵吞 大轉移 就是這班當年的精英 拿來的 中國的情況是如何 有一點點不同 會不會有這些跳船現象 現在大家都想不到 未想到 唯一一樣東西 就是地方割拒很嚴重 這是真的 傳統中國是這樣的 自古以來都是這樣的 自古以來 自古以來 分裂的時間 地方主義很強 習大大肯定知道 分裂的時間 更長 於統一的時間 你把分裂的時間 包括了 表面統一 實質分裂的時間 來開 分裂才是主流 是啊 你說 你看歷史書 你真的不能那麼古版 看著廿四師 你傻的呀 你真的用客觀的事觀去看 可能你的觀點會準確很多 對風險防範都會比較醒目 如果你不是這樣看 依然是用天朝上國一統天下萬世一統來看的話 你一定會死定了 因為你解決不了問題 你看不到問題就怎樣解決 可以 用腳去投票 去美國 罵美國就跑去美國 人的腳去追溯 其實已經解體了 你這群美國的國民在中國操控政府嗎? 希拉里早前有一個演說 二十年後中國會變成一個很窮的國家 人們說為什麼? 她說精英大幅度流失 連他們的財富一起流失 現在這幾年我們看到她加速流失 所以這個說法不是錯的 財富集中在這麼少人的手上 而這些人不斷大幅度以萬億計的金錢轉而出國 中國還可以轉延到多少財富呢? 你印多少錢都不夠 現在已經印了很多了 所以中國的解體和蘇聯的解體會有少少不同 蘇聯解體都可以猜得到 她是財富大樂意 那群小子還在玩 轉樣子而已 轉樣子沒有 她都還在 但中國的情況已經完全離開了 而且中國的人口是多於俄羅斯 多少 你還看人口分佈的方式呢 你剩下的一窮二百那些怎麼辦? 也有過十億 攬炒起來 不止十億 攬炒起來 這麼大量的人口 集中在這麼少的地方 你真的會出現什麼問題呢? 大家想到 所以大家用爆字來形容 你問我真是害怕被關 但沒辦法了 我的廢宗廢佬 我們想不到 不過我們這次可以說輕鬆一點 今晚有人跟我說 她對政治不太熟悉 不過她很喜歡一套電影叫做《回到未來》 《回到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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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年》那套很有名的戲 其中第二集 就是一個又開賭場 又開酒店的暴發戶 憑她的那種財富 做了一個小市鎮的市長 搞到那裡是烏煙瘴氣 她真的用電腦來到管治市鎮 令到槍械氾濫 做了一個滿營 賭場裡面的文化 去了社會的每一個人 她就看回飾演裡面的暴發戶 鄂棍市長叫做Beef 她說為什麼特朗普的樣子那麼像Beef 我回想回到 《回到未來》第二集中年暴發戶的樣子 連髮型、身形、樣貌都像 大家聽眾去看回《回到未來》第二集 《Beef》第二集 看回那個Beef 嘩 像性格和那個款式 身邊經常抱著一大堆女人 當然電影裡面就有一些正義之事 米高霍斯和博士 坐回時光機 回到以前那裡 阻止了她 改變了歷史 令到那個小市鎮 就是剛才你說的小市鎮文化 回復平靜 回復有道德 嘩 嘩 這些電影似乎 真的有一點兒如言認真 三十年前的電影 很有趣 三十年前的電影 真是一個開賭場 開賭場開酒店的大亨 很可愛的大亨 周圍攬著的大亨 不是做了市長嗎 做了美國總統才過癮 有時現實比小說更離奇 沒有辦法了 民主就是這樣 享受 美國人是死不去的 現在我們怕我們會死 天下大亂 那個波幅肯定會很大 亦都證明一樣 美國甚至世界 都處於一個十字路口 戰後到現在就七十年了 超過了七十年 戰後重新建設 資本累積的過程 又製造了很多機會 經過七十年之後 這些機會已經消耗了 所以你看到 老本吃光了 香港的私資生下精神已經不成功了 變成精神病了 美國的那套最黃金時代 五、六十年代 叫什麼嬰兒潮 戰後的紅利也都用了 這次現在大家看到了 歐債、英國脫歐、美國、香港 這些全部都出現一個就是 你戰後的路 那條發展的路走到盡 斷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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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還是全世界是全球化的 那麼緊密聯繫的時候 大家都出現一個同樣的情況 往哪兒去 從未知往哪兒去的時候 就出現很多癲癲癲癲癲的事 出現了 美國有特朗普 英國就突然間人家說 為什麼瘋到脫歐 菲律賓出現一個 比較落後的經濟和政治體 都是流氓的 也是亂打槍、亂打的 下一個是誰 會不會是中國 大老 不知道 這是黑天鵝的事 你猜到它是厲害的 中國出現未必是黑天鵝 真的變成 逍遙遊的那隻 鵬 很過癮的一件事 有留意中國發展的 其實對於 某部分的老幹部 他已經感覺到 是等於跟特朗普或杜特特上台差不多了 亂射的 你看閻黃春秋發生什麼事 閻黃春秋就是一堆老幹部 你想想 就算老幹部 開明派老幹部 要被人清算 另外還有軍隊 幾十萬人裁軍 還有那些軍頭陷入被人 百勢 還有一群退伍的 重組軍區 退伍的解放軍又出來 維權 這班是最頂尖的那層專政機器 共和國 走出來維權 很過癮的 其實根本這件事 其實很久以前 幾年前 寫了一個blog 中國其實 自從這個 習近平上台之後 那個清算的速度是近乎內戰 近乎內戰是什麼意思呢 如果大家深水清 你看1939年之前 蘇聯史太林清算共產黨一下 因為很過癮的統計 就是 被他打把將軍是多過沙場戰死的 絕對是呀 當時蘇聯基本上是沒有外資的嘛 就是清算嘛 這件事令到德國入侵蘇聯的初期 勢如破竹 若無人之境呀 沒有人打 事實極低 如果不是納粹 戰術那麼差的話 蘇聯可能已經沒有貴了 但是實際上說這件事 其實習近平上台 他全都有光環 反貪腐 反過緣 殺大老虎 為甚麼殺極都會有 殺極都會有 你說他跟剛派不對 沒有正義超人這回事 根本就是一派打一派擺來明 薄熙來也好 形不上常委 上了啦 軍頭 兩位副主席 政法王也動了 還有甚麼系統還沒動 粗略統計 他那些省長 市長 被拘捕 被打 水斜春那麼長 根本就等同內置 還有一個地方還沒動 香港的系統 正在動 還沒正式動 不過呢 到處都覺得好像在動 是正在動的啦 但是還沒正式動 暫時現在還是初步 可以這樣說 其實深刻我們看回 六八九上台的時候 深刻都是同一條路線來的 都是同一條路線來的 而且動得好像是越來越兇險的 越來越兇險的 因為已經是特首戰開始了 越來越兇險 所以其實根本就是 你說文革復辟 我不覺得相差得很遠 都是一樣批鬥來鬥去 派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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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 不是文革復辟 剛剛上午開記者招待會 風花雪月 下午都未過就已經浪當入獄了 然後在雙規的期間 不是說畏罪 是不知道有什麼奇怪的理由 突然死了 神秘地墮樓 不知道什麼事 墮樓是他自己跳進去被人扔下來 不知道的 被墮樓 被墮樓 總之就是 所以上面其實是高危行業來的 很多人都高危的 所以你講中國的情況 其實你看到經濟暗湧全球影響 中國沒有例外 中國更嚴重的 政治上沒有協調機制 而且他本身的體制 是太過腐鬧 他根本已經沒有辦法自我去完善 所以有句說話說 徹底反貪會亡國 不徹底反貪會亡黨 不徹底反貪會亡國 那麼他到底選擇亡黨還是亡國呢 或者攬炒也可以 現在好像是攬炒 他是兩難的 你每個人都說反貪腐 你試試那些解密文件出來 巴勒馬文件 誰沒有份 全部有份 全部有份 你說全部不要涉及外國 每個人的親戚朋友 全部都拿出外國的照 你現在做官是一種高危行業 你不為自己著想 你也要為家爺仔 提外說薄瓜瓜正式在美國做了律師 出人頭地 美國律師在美國維權 所以 你罵美國怎樣都好 你看看最倚蘭美國是哪一類人 今晚時間有限 不好意思 因為女兒說不在 我們都比情緒低落 說不了太多 諸如此的劉德夏華 不好意思各位觀眾 報應報應 拜拜